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周深的小美满中出不来 但刀道更想说一下生生不息最后一期和古剧机老师合作的泪桥 无论是吴白老师的原唱还是周深和古剧机的翻唱 刀道都极其喜欢 吴白老师伤心悲痛中带着一丝的洒脱和释怀 而周深古剧机翻唱中更多的是悲伤和纠缠始终让我沉静其中 这是周深选定的歌单 也许是最后一期大家马上就要分开了 所以没有了原唱中的那份洒脱更多的一些悲伤 两人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故事感 让人止不住的泪流满面 古剧机说深深选的歌深深的刺中了我心的深处 就在泪桥上送别吧 其实无论节目如何 大家毕竟曾经相遇有过直线交叉 分离终是不舍的 有网友说周深有时候唱歌特别苦情 不是哭腔造成的 是他用技术做的层次感堆积出来的 所以他的苦情不油腻层次丰富 像看了一部四分钟的微电影 还有网友说 真的完全两首歌的感觉 不同歌手诞生不一样的歌曲 灵魂与生命力 五百老师的喜欢 工作和旅行的时候听很带感 周深和古剧机老师合唱的这个版本 很适合我工作压力大的夜晚听 安抚我的情绪 其实刀刀很想知道 如果他们两个合唱的是粤语版 会不会更好听呢 你觉得呢 声声不惜家年华结束了 不知道周深的下一个音宗在哪里 或许今天的重点是演唱会吧